耶稣是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老师 祂经常用比喻来讲道 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是用地上的事来讲天上的事 因为地上的事我们很多人都知道 也熟悉 天上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所以主耶稣通过我们知道的事情 来讲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在我们刚才的祷告里头我们讲说 Your kingdom come 就愿你的国降临 那马太福音里头呢 很多讲到天国的事情 所以他这一开头的时候 主耶稣说天国有好比 所以这里头我们讲到这个人要在外国去 就是说离开这些仆人 我们知道他有一天要回来的 但是他走之前 他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 这个主人很了解这些仆人 他知道每个人的能耐和财能 所以有一个呢 他给了五千 一个给了两千 一个给了一千 然后他就走了 那个拿五千的这里我们注意 两个字叫做随即拿去做买卖 他没有等 他马上拿去做买卖 而且呢 又另外赚了五千 那两千呢 也照样这样做 也赚了两千 其实这里讲到三个人 但是我们的这个三个人会分成两组 其实在神的眼中 所有的信徒也只是分成两种 那很多人都希望有第三种或第四种 但是圣经里头没有 在世界上的人呢 也是所有的人分成两种 就是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 在信主的人当中呢 也分成两种 就是这些这个忠心的跟不忠心的 那我们要记得 主有一天是会回来的 那回来的时候呢 他就要跟他的仆人算账 你要记得主跟仆人是算账 那对于世人呢 他是要审判 所以这个真的主对待他的仆人 跟对待世人是不一样的 那今天呢 我们在读这里的时候 有一些事情我想让大家注意 首先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 他是我们的主人 我们在他的面前就是要听他怎么吩咐 那今天有一些人不清楚这一点 他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变成他是主人 我们主是主人 我们虽然嘴巴说 主啊 祢祝福我 祢医治我的疾病 但实际上呢 我们就多多少好说 主啊 祢最好听我的话 要不然我下一次就不做礼拜 下礼拜就不来了 我下一次我奉献就少了 我们变成主人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不是命令主为我们做这个做那个 而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是主 主啊 祢要我做什么 所以兄弟妹们当我们来到主 我们不是礼拜的麓 我们是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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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侍奉马门 马门在圣经里头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叫做财力 财力是以前人家讲的话 现在很容易讲 就是钱 你知道 全世界人家学英文 我们最先学的是哪一个词 在英语中学习的第一个词 你知道哪个词吗 不是father mother 而是money 不是father or mother father or mother 但是是money 你知道在中国大陆 我们中国大陆是讲中文的吗 但是满街那些乞丐 都会讲英文 你知不知道在中国 大家都讲中文 但是在街上的乡人 在街上的乡人 都知道英语吗 哎呀 这个老外过去的时候 他就过去了 give me money give me money 然后等下等他有些人拿出来 他还会有这个 one dollar two dollar 哇那个英文讲得准得不得了 他们这个侍奉这个主人啊 这个money这个主人啊 日日夜夜 没日没夜的在那里侍奉 那我们知道钱是一种 还有一些人那是侍奉权利 地位 但是我们基督徒记得 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基督 有一些人就说 我现在好像我们的主 我看不见 我去哪里侍奉他 so how am I going to serve him 记得 你如果按照主的吩咐去做事 就是侍奉他 remember when you go to his command and serve him that is serving the Lord ok 我们现在有没有在侍奉权呢 are we serving the Lord right now 我们怎么侍奉他呢 how do we serve him 我们坐在这里是不是侍奉他呢 by sitting here are we serving him 是不是 yes or no 因为主要我们去敬拜他 我们按照他的吩咐 去敬拜他 我们要去侍奉他 the Lord wants us to worship him and according to his command by sitting here by coming here we are serving him ok 然后我们侍奉他的时候呢 有一些人呢 他得到的那个恩赐多一点 and by serving him some of us who are giving more talents 有一些人的恩赐少一点 and some of us who are giving less gifts 比如说在我旁边的这位姐妹 神给她很多恩赐 她这个中英文都很好 比方说站在我旁边这位 她的中英文比我更好 所以神给她的恩赐很多 yes 感谢主 Praise the Lord 所以神给各种各样的人 都有不同的恩赐 so God has given each of us different gifts 我们的姐妹 我们的姐妹 神给她恩赐 她就用来侍奉神 我们知道有很多博士 她的中英文更好 但是他们没有去侍奉神 他们把自己的恩赐用来侍奉她 侍奉那个马门 我一直要讲也有个姐妹 这个姐妹的声音非常好 因为她是什么 她是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叫出来的 because she is one of the professors in singing 然后呢 她来过我们的教会 and she came to our church before 那我们以前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师班人很少 and in the past we do not have we have very few choir members 所以每一次见到她的时候 我都说来参见我们师班 so whenever we see her we used to ask her to come and join our choir group 她都是拒绝 she always refused, reject 但是我听到了 她不是说所有人请她去唱歌 她都拒绝了 so I realized that she did not reject everyone who has invited her 我听说有人请她在婚礼上面唱歌 and I heard that some people invited her to grace their wedding ceremony 甚至这个葬礼上她也去唱 and also during the times of funerals she also sings 那为什么来我们教会她就不唱 and so why is it she doesn't want to sing in our church 因为来我们教会唱的时候 我们没有给她钱 because when she comes to the church she sings we do not offer her anything 所以神给她有这个恩赐 我有什么恩赐 她觉得说她得为自己 为钱 她才愿意使用这个恩赐 so God gave her the gift and she felt that she has served me for money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讲这话呢 本来是不应该讲 但是我觉得是说 反正我们又没有讲到他的名字 反正有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我们不要跟这个人一样 I should not have said all these words but this is just to share with you I did not tell you her name but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for you to follow not to follow ok 好 那我们知道 我们一定要用我们的恩赐去侍奉神 so that we definitely have to serve God according to the talents that we have 你恩赐多就侍奉多 if you have a lot of talents serve the law with it 你不能说 我有五千 那我只做两千的功夫 so do not say that because I have five talents I only use only two talents 你有五千啊 你用五千 so you have five talents you have to use all the five talents 这个很重要 在侍奉神的事情上 我们不能有任何的保留 in any way of serving God we should not have any withholding back 因为保留是不讨神喜悦的 because anything that you hold back will not please the Lord 那个亚纳尼亚 在死神经状里头 他本来给神的 要你就有多少 你给多少 但是呢他就给了 然后又留一部分给自己 然后呢跟别人讲说我全部都给了 最后呢这个人没有得到奖赏 反而马上得到审判 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神给五千 你就五千全拿出来 神给两千 你就全部两千也拿出来 所以在教会里头我真的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尽全力的 将所有的才能用来侍奉主 so in the church i see that a lot of brothers sisters they do the best they can and give all that they can 我今天讲这个话呢 就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听进去 so there i say all these words i hope that everyone of us we can tear and keep it 你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拿出来的 so there is anything else in your life that they have not taken given to the Lord yet 你还有什么恩赐你可以侍奉神的 你没有拿出来侍奉神 so there is any gifts that you have but you have not taken out to serve the Lord yet ok 我们再讲一个这个配神 责备的这个 we want to also talk about the person that is being chastised for the Lord 他有没有神有没有给他恩赐 does God give him any talents? 有没有?有 yes 有一千是吧?是不是太少了? is one talent?is it too little? 但是太少还是有嘛 but even though it's less but still you have the gift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恩赐把它埋起来 but he buried the talents 有时候我们人就说 哇我的财能被埋没了 是别人埋没我的财能 那这个人呢是自己埋没自己的财能 so sometimes people felt that others sort of hinder them but here he buried the talents himself 我想在教会这样的人还不少 I think that in the church there's not there's a quite a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same category 他本来有很 有财能可以侍奉神 但是别人一问 不会呀我什么都不会 actually they have the talents to do things but when people ask them to serve they say yeah I do not know I do not have talents 那这样是不是把自己的财能 才能埋没起来呢? and in this way you buried your own talents 所以这个埋起来了 然后呢主来跟他算账的时候 他怎么说 so when you buried the talents and when the lord comes back and asks him for them what did he say? 他在那里 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个忍心的人 I say it's a lord a lord and you need to be a hard man okay忍心这个hard man是什么意思 so what is the meaning of hard man? 就是很苛刻 苛刻 就是他 it's a very okay 那我们现在来问一句话 我们的主耶稣很苛刻吗 so let me ask you is our lord Jesus Christ is a very hard person? 不是 no 但是在他眼中 我们的主就是一个忍心的人 but in the eyes of this servant our master is a very hard person 这只能说明这个人 不认识我们的神 that's to say that this person does not know our lord 很多人对我们的神不认识 但是却错误地以为 我们的神就是怎么样怎么样 many people do not understand our lord do not know him well and therefore they misunderstood and say that he is such and such a person 其实我们的主是充满怜悯 充满恩典的主 our lord is for mercy and grace 我们的主给他时间 our lord gave him time 给他才能 给他机会 and give him opportunity 然后主对他完全公平 and god is very fair to him 他对三个门徒来讲 全部是公平的 towards the three servants the lord is very fair 这个算账的时候也是同时 and when it comes to accountability it's also at the same time 但是这个人对我们的主 却有很大的误解 but this person has a lot of reasons standing towards our lord 他说我们的主是忍心的人 he says our lord is a hard man 然后他就害怕 and therefore he's afraid 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 我们是喜乐呢 还是害怕 today when we come before the presence of the lord are we in joy or are we in fear 这个在很多地方 我都讲到主再来 in many areas i have constantly repeated that the lord is coming 那很多有一些人听了之后 就我讲完了之后就过来说 牧师啊你讲了之后我很怕 and so after the preaching about this coming of the lord there are people who come to me and say past are afraid 然后哎呀 主最好最好不要来 and it's better for the lord not to come back 他觉得主一来了 就把他的计划给打破了 啊他的原来的安乐的家就受影响了 and that the happy family that he had will be affected 我们是不是一样 are we the same 害怕主的再来 are we afraid that the lord is coming back 如果我们现在想到主再来 不是高兴而是害怕 那我们可能就是这个 一千两个影子的这个仆人 so if you are fearful of coming back after returning of the lord then you are just similar to this one talent servant 其实这个害怕不是装出来的 and this fear is not pretentious 高兴也装不出来的 and the same thing similarly joy is not pretentious 你如果听了这种说 哎呀我很高兴 但是那个有时候是装的 you will say oh when you heard it you will say oh I'm very happy but sometimes you know it can be fake ok 这个人呢还老实地跟主说 讲说哎呀我把你给的 这个恩赐不是我们本身有的 是主给的 一定要记住 我把你的这个一千两个影子 我给把它藏了 heathen the talents that you gave to me 那现在你要拿你就拿回去吧 so now if you want to take it back 其实我们的主是不是要拿回去呢 did the lord really want to take away our talents 他不是 no 你赚到的 你看那个赚了五千又赚了五千 有一万的主是给他的是不是 so you said the person with the five talents and make another five talents so together with the ten talents the lord give to him 然后主这里怎么讲 他说把那个 那个一千的 这个一两 那个一千的 把他拿过来 夺过来 我知道他肯定不愿意放手 然后给他遗忘了 and the lord took away the one talents that is from him and give it to the one with the ten talents 然后二十九节说 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 叫他有余 没有的连他所有的要夺过来 and verse 29 says wha unto every one that hath shall be given and he shall have abundance but from him that hath not shall be taken away even that which he had 这一个这句话就成为了哲学上 或者经济学上的叫做马太效应 马太效应是什么 The effect of Matthew The effect of Matthew So this verse has become in philosophy What's it called the effect of Matthew 马太效应呢 就是你没有的 就连他你所有的还要夺过来 再讲一次 你没有的 你没有的 就连你所有的还要夺过来 whatever you don't have will be taken away 对不对 然后给那些已经有了 I give it to those that already have it 这一个东西呢 真的在神国里头 就是这个原则 and this is the principle in the kingdom of heaven 然后我们来看看 主给这两批的这个门徒 有两种评语 and here the Lord has given opinions of these two groups of people 那个五千跟两千的神 叫他什么 for those with five talents and two talents what did the Lord call them okay 又良善又忠心的母人 good and faithful servants 首先呢 是良善 first of all is good 然后才忠心 and then faithful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良善呢 so how can we be good 其实我们所有的良善 是从神而来的 all our goodness comes from the Lord 这个人 地须跟主的关系是正常的 this kind of people must have a very norm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rd 然后又忠心 and then he says faithful 好 好 那我们看那个 那个有一千的 神给他的评语是什么 so let's see the person with one talent what did the Lord say of him 又什么 又懒 wicked and slothful servants okay 懒是一种罪哦 I'll be careful the softness is a sin 做基督徒 有些人说做基督徒 那你就在家里等了整天 等主从天上扔食物给你 不是的 基督徒你要去殷勤做工 as christians we should not wait for the Lord to throw things down to heaven to us but yes we have to be faith we have to be diligent in our work 我看这里呢 我觉得这很 就是有点惊讶 这个原来懒跟恶是连在一起的 When I see this I'm very I'm very surprised because here wickedness and slothness goes in hand 所以等我们想要懒的时候 我们想想 哎呀 那我可能是恶 所以我还想要懒 所以圣经里头很多时候都是叫我们要 因勤做工 神的工不是说可以不做就不做 可以省就省 不是的 你不需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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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给老板做工 就是可以免做就免做 尽量的偷玩 today when we work for other employers whenever we are able to work less we will do our best to work less 但是做神的工 我们千万不能有这样的态度 but towards God's business we cannot have this kind of attitude ok 那最后我们要来看 他们的结果 那个领了二千五千的 他们的结果是什么 so those that have received the five and the two talents what is their enemy like 主说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 我们知道神造人的目的 就是要人来代表神来做事情 we know that when God created us he want us to represent him to do a lot of things 这个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其实神就借着我们在世上 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才能 让我们看看我们是不是忠心 忠心了 神可能将来 将来就让我旁边这个人去管一个星球 and so if you are faithful then you'll be able to manage to take charge of the universe no one planet only one planet 所以你看这个地球就是一个planet而已啊 yeah it's a planet it's correct it's a planet 说不定就是说有一天我们中心的话 我们这个地球一是Harry管理的 地球二是Emily管理的 可能就是这样 so perhaps in the future the planet one will be taken care of by Harry and planet two will be taken care of by Emily 因为什么 因为Harry这个半组的很像很中心 because Harry is very faithful in cooking delicious food ok 所以这神让我们在不多的事情上 忠心将来就要把更多的东西交给我们 so in just little things the Lord help us that if we are faithful that he will give us more things to take to be ruler of 然后接下去说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那主人的快乐真的我们现在想没办法想像 we cannot even imagine what the joy of the Lord is 现在世上所有的快乐 没办法跟主将来要给我们的快乐像 the joy of this world is incomparable to the joy that is to come ok 然后我们看那个又懒又恶的这个仆人的结局 so let's see what is the ending like for the wicked and slothful servant 前面讲说他所有的就被夺走了 he says that whatever he has is taken away from him 然后呢下面呢除了讲他又懒又恶 下面又再加了一个形容词 三十节怎么说三十节我们看一下 unprofitable so besides calling him a wicked and slothful servant what are the words that 我们读一下 把这无用的鬼丢在外面 在那里必要爱故切 so verse 30 he says and cast ye the unprofitable servants into outer darkness there shall be whipping a nation of teeth 所以这个仆人神说这个人一点用处都没有 so in other words God is saying that this servant is of no use 然后呢他又被丢在外面 and therefore he is going to be thrown out into the darkness 外面黑暗 我们神所在的地方是光明的 但是这个没有神所在的地方是黑暗 外面什么的外面 anything that is outside is extreme outside 将来圣承耶路撒冷的外面 and later will be outside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of Jerusalem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我们知道这个仆人不会下地 不会下火壶 we know that this servant will not go into the lake of fire 但是他没办法进入神所预备的这个圣承耶路撒冷 but he is not able to enter into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因为他还是叫仆人 because he is still a servant 然后呢他在外面做什么事情呢 so what is he doing outside 他在那里咬牙切齿 he is outside gnashing his teeth 然后呢还要在那里哭 and he is also weeping 哭是因为我们知道哭有很多种高兴也会哭 但是这个是不是高兴的哭 we know that when you are happy you cry but is this the cry of happiness the tears of happiness 这个是哀痛的哭 this is the tears the cry of pain 哭多少年 how many years 起码有些人说起码都哭一千年 at least maybe you are going to cry for a thousand years 有一些解经的书 因为将来在城外有一些潜类 他是要在那里永永远远地在那里哭 that uh 潜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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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ogs the dogs and he says there's going to be dogs outside and you're going to be crying together with them 我问一下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 連续哭过两天 I'm going to ask you is there anyone of us that we have cried for two days in a row 没有 我就从来没有 我大概最多也就是哭大概几分钟吧 Hasta have not I have 那他现在哭以后就不用哭了 这个 这个 会不会将来永永永远远地在黑暗里 I哭切死 取决于今天 so today determines whether in the future we are going to be crying cry weeping and national tears on the outside 今天 你要忠心殷勤 today you have to be faithful and diligent 那我们将来就能够享受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快乐 and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in future enjoy the joy of the world that he has prepared for us 有一种生意叫做一本万利 一本 一分本钱但是有一万的profit 一本就叫做一本换 what a dollar to earn a thousand benefits more than one thousand benefits 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 一分的努力 可以给我们迎来永远的益处 so the tiny bit that we put in today will be able to give us the abundance of benefit for eternity 求神让我们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吧 Megatai wants to make the wise and the accurate decision 我那些这个 对不起 那些大纲是我准备的 结果我来了之后 神叫我不要按照我准备的 就按照圣灵的代理 所以我讲的东西你们不用看上面 so the outline was prepared by me but when I came here the Lord gave me a different message and so that's why it's not according to the outline 所以拿为希腊 ok 我们最后来唱一首歌 so let's sing a hymn what a friend we are in Jesus shall we all rise 请起庭